我那麼愛我的祖國 在外網微博一次次對 一個人被幾十個罵 我也無所謂 我也是啊 我在推特上一個人單挑十幾人 被舉報封號我又見一個號 結果現在呢 是偶太下見了 大家好 這幾週發生了很多大事 可在我眼中啊 最有趣的是 中國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 使出了他最擅長的殺手繭 那為了安撫香港憤怒的市民 中國政府推出了針對香港市民 在大灣區買房 並且在限購方面 有別於內地市民享有特別待遇 我們來看一下 內地的小粉紅們 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怎麼說呢 韓星吧 半年來的愛國情緒 直接交媒 愛誰誰吧 果然香港人就是香的 就是高貴 之前愛國支持政府的言論 現在看起來是多麼諷刺 韓星我以後再也不會關心香港的事 香港人有比大陸人高貴嗎 是因為他們比大陸人有錢有身份 當然不是 香港人的高貴之處 在於他們有自由的言論環境 和英國留下來的法治 他們距離現代文明的公民更近一眼 而我們大陸居民沒有這些 距離封建社會的居民更接近一點 這才是香港人的高貴之處 這不是因為中國政府背叛你 而是你的聲音是可以被控制的 所以可以被忽略 屁口 我笑死了 對他們這麼多添美國日本的反華 心裡一天都用不著著呢 反共弱智 滾 搞不掉 大家都擁護黨的領導 但並不是所有共產黨的政策都對的 政策出落體就只能被割韭菜 忍進吞聲了 現在這討論的話題有多少 現在又多了個香港人內地購防 抱歉我以後保持中立 不再當中共自非外宣了 你看這一位小粉紅他花一秒鐘時間就明白了 開始反對共產黨的政策 那不就是反共 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反共 但是他卻清楚地知道 共產黨在限制他可以討論什麼 不可以討論什麼 我那麼愛我的祖國 在拜完微博一次次對 一個人被十幾個人幾十個罵 我也無所謂 我容不得別人侮辱我的國家 可是如今 你失望心療的那種感覺真爽 哈哈哈哈 我也是啊 我在推特上一個人單挑十幾人 被舉報封號 我又見一個號 結果現在呢 是偶太下見 一群初出茅廬的小孩子啊 你這才哪跟哪啊 你就一個個都反的不要不要了你們 如果讓你們經歷一次 那些上訪被抓的那些人 所經歷的不公正的對待 你是不是要跑到天安門去懶躺客去了 我們到底是為個啥努力 哭的孩子有糖吃 乖的只有巴掌啊 愛國不代表愛黨愛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是愛不起了 普通人民韭菜 連個傳反對抗議政策意見的通道都沒有 人民民主專制 恐怕只剩專制兩個字了吧 會哭的孩子有糖吃 嗯嘖 其實啊 是因為他的哭聲會被聽到 大陸人其實也會哭啊 只是因為言論封鎖 新聞管制 讓你們的哭聲永遠都不會被聽到 大家可還記得我以前的視頻當中 有一個人的留言 在中國的一個城市 五環外面發生抗議 警察正在鎮壓 二環的居民竟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而且還要到YouTube上看到了新聞 才了解距離自己幾十公里外發生的事情 輿論和新聞自由還有法治 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真真正的做到這一天 即使人民代表大會這種議會制度 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嘛 民主咱們可以慢慢來 但是言論自由和法治是絕不能苟且的 中國的問題是不允許有不同的聲音發出來的 People 時間會變 風景會變 但愛國的心永遠不變 還是向政府們為了強拆把我們的網絡業務箱都拔了 防止監控拍到他們咯 現在幾百個人用戶斷在那裡 切身感受到了一群基層政府是如何漠視群眾利益的 剛才我說什麼了 一群人都要心涼了造反了 真要是遇到了影響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 你會做什麼反應啊 這種切斷網絡的行為就是保證五環鎮壓二環市民都不了解情況的 一種機制 屁口 我愛我的祖國 拔不掉 拔了威粉們救救你們幫幫我 我真的不知道該找哪個部門申訴了 我們家被強拆 肯定會有人說我們什麼獅子大張狗造成的 真的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 我是一直要求你們拆我多大面積就還我多大面積 這樣的要求我想我很過分了嗎 各種辦法都想過了 信訪投訴 壓根沒有用 我就真的想知道現在社會真的有怨沒低聲了嗎 人質的社會沒有任何渠道可以反應民眾的聲音 這才是這個國家最可怕的地方 我曾經說過很多次 政府今天沒有霸凌你 但不代表他沒有這個能力霸凌你 只不過是他今天沒有空正忙著霸凌其他人而已 然而如果你無動於衷早晚有一天這種事情會輪到你的頭上 自由言論和法治每天都可以傳達無數人的聲音 解決他們的問題 今天自由言論和法治沒有幫到你 不代表它是無用的 一群愛國僑粉紅自乾五總說我們是抹黑中國 我們不是為了抹黑中國 我們是把中國政府存在的問題說出來 是為了監督督促他們的改革讓中國可以變得更好 要知道這個所謂的好不光是經濟 經濟中國已經世界第二了 但是政治文明和法治見識方面 唉算了說這個可能你們小鳳都聽不懂 通俗的講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這個能力方面 可以誇張的說中國是倒數第二 也就比朝鮮他們好一點點 所以你們這群無腦舔空愛中國的人 你們才是真正的害中國人 那平心而論 該政策相對於內地的居民來說 確實有那麼一點點不公平 那一堆小粉紅就反水了 這一類人如果遭遇了社會主義鐵拳的毒打 可以說他們沒有任何障礙的就改變了立場 所謂你們眼中的這些民運輪子恨國黨 都曾經和你們一樣啊 接受著愛黨愛國的教育長大 他們和你們唯一的區別就是 他們看清了共產黨 就好像為廣告拍片專門製作的精美食物一樣 表面光鮮亮麗 但是你吃一次你就知道有多垃圾了 好了 今天就知道有多垃圾了 我來看清你一看 我來看清你一看 你可以聽不懂嗎 你聽不懂嗎 我想你聽不懂嗎 你在清你一看 我聽不懂嗎 你很想念我 你聽不懂嗎 你聽不懂嗎 你聽不懂嗎